定是要求在每一动作完成后停一至六个呼吸,而连续则要求如行云流水,不能有丝毫停顿。 然而这种认识是仅仅停留在表象上的。 实际上两种练习方法,在太极拳的修炼上,既有表面的分别,又有内在的侧重,两者修炼的内容,既有分别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因此我们大家应该在练习时用心体会,在闲暇时深入探讨。 太极拳的定是那位太极拳传统的练法之一,其目的在于加强对于自身毅力、体质的修炼,使太极拳内功得到不断的增长。 定式的练法,要求每一个动作后,导致姿势不变,停一至六个吸。 所谓吸者,诸位一呼一吸为一吸,逐渐随着呼吸的深、长、细、云、而形成内呼吸。 保持姿势的不变,本身就如同站桩,蓝气相同的姿势。 在不同的时期,又要有不同的注意要点。 一、先求开展与蓬松。 传统太极拳的要求是先求开展,扣球紧凑的。 我在当初练习全架时,每一动作要求关节、肌肉、脸带尽可能的松开。 这种松开式强调在每个姿势,一定要将全身关节最大程度的放开。 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对拉拔肠,人体的运动是由六百多块肌肉、二百多块骨骼来协同完成的。 这种运动无疑对于肌肉、链带和骨关节,都是十分有益的训练。 所谓松,一方面要求关节,肌肉能够放开,也就是肌肉韧性一定要强。 另一方面,在在动作正确的基础上,有意识地放松肌肉之间的结抗运动。 集群筋中所谓的似松肥松,将斩胃斩,久而久之,身体内自然开始产生蠕动和微微抖动,等等微妙的体感。 有几然不动的静态中,去寻找了蓬松的感觉。 蓬松之后,肢体积身躯,白骨质精致皮,即会慢慢地层层松开,甚至可以绝出体内细血的流动。 如此则可感觉蓄灵在中的妙许了,刺激无图难无一处不通畅,无一处不顺遂之未也。 二,太极寸于美洞中,从形体上讲,太极室中一般含有蓄灵顶尽,神明鱼耳,舌顶善恶,松肩坠皱,含胸博贝,气臣当前,火当护臀,松摇松垮,松落永泉等等诸都注意要点。 然而,若从气的角度上讲,道家讲求守一之术,其主旨在于守住精气神,使之不外义,而使其充明体内,与心体抱而合一。 太极者一眼,为人之元气,元气是道在人体的体现之一,其内含应抱扬,阴阳之气相合相当,所谓道德经中所人的充气以为和。 事物在阴阳相当,大气中和的状态下,才能有变化,才能在相对的平衡中,不断的顺利发展。 三,从六面筋到太极拳队员,我们知道定是在每一动后,要将动作停顿一至六个呼吸。 在停顿的时间里,我们的直觉运动,并没有半点懈怠,而是在这段时间里,随着呼吸,以太极式为核心。 以蓬松为基础,逐渐用意向外扩展出前后,左右,上下六个面。 六个面随意气的开合扩大缩小,不知不觉中自然成为一个浑原的球体。 随着功夫的增长蓬松出来的技巧也不断的增大,以致功夫深厚者,又将其放知责迷于陆河,藏知责迷于内的能力。 不同的定是,犹如不同形式的转功,经过这样诸多的转功,修炼功夫的增长,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了。 此定点的变化,经过一般脱胎换骨的训练见真魂人之气,这时游客按照自身的要求,不断调整他一时三世在周深内外的感觉。 如意掌推出后,可将一随着劳工,勇全的开合,进行精气的进退抽签, 并能根据自身的要求,不断的调整周深意气开合的定点。 其点的设定可按照用法的着力点,经络学位,关节肌肉,随捧,捋,挤,踩,包,肘,靠,前进,后退,左顾,右盼,中定时三世变化而确定,久而久之。 随着意气的开合,一身精肉验我所用,此刻练就一数字有一虚实,处处总词一虚实的纯净功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